大大小小的落石不停崩落 一路从山底上往下掉 噼里啪啦发出声响 震撼瞬间宛如子弹雨 吐石不停坠下 最大的落石约有一台车 其中一名一笑被波及 幸好戴头盔没受伤 落石也差点砸到搜救犬 验尽状况危急 搜救一度喊咖 赶紧躲在大石后方找掩护 现场尘土满天 花莲墙镇搜索进入第十天 12号下午一共出动 14名特搜队员挺进沙卡当步道 寻找失联的新加坡夫妻 当时有工程人员施工时 在宁安桥附近闻到异味 远远看有一团黑色异物赶紧同报 特搜队在河床再三确认后 发现是台湾猕猴的遗体 而寻找失联的中和矿场怪手司机 同样也遭遇落石阻碍 山头上一片烟尘 接连玉镇落石狂吊 现场飘出重重异味 还有蚊虫盘旋 研判失踪者被埋得很深 当怪手准备开挖时 布料被落石砸中 油压管损坏只能被迫暂停 但一等到天气恢复 就会继续作业 尽快找到失踪者 接着刘记家王质问 顿宣 华林报道